欢迎收看12月9号晚间的百格大事迹 马上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 要如何杜绝种族问题呢 今天谈政部长林冠英就说出了他的方案 他强调只有搞好经济才能够打败玩弄种族及宗教牌的政治游戏 他认为昨天的反ISET集会是反对党操弄种族及宗教情绪的手段 但西蒙不会以情绪对抗情绪 而是以数据和理据对抗 所以复苏国家经济就是反击反对党的最佳武器 另外雪州行动党主席潘检伟 在今天早上的雪州行动党代表大会计周伟改选上 正式宣布不再蝉联州主席职位 虽然他有竞选周伟一职 但最后也只获得292张票调出15名周围榜单 而高票当选的前三名分别是黄思汉 张飞茜以及刘天球 而潘结伟希望 中选的周伟不要为了个人利益 而是要多多为国家和党的利益着想 不要像马华为了争夺职位导致挫败 不再能够吸纳人才 柔佛王储东姑伊斯迈最近不只是关切 规格岛保留国家公园地位的课题 也对国内的政治局势亦有所指 他今天就以不点名的方式写道 年长领袖背后的团队都有个人议程和自己的利益 所以都希望这名年长领袖坐在老板的位置上越久越好 不过这一段推文也被网民拿出来反问柔佛王储 是否也带有个人议程呢 例如在上街大选中希望国阵留任 对此柔佛王储随后回应 自己不在乎谁执政 只要政府各机关之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接着来关注 今天凌晨发生在冰岛的汽车撞伤环岛接力赛参与者 和治安队队员的两起车祸 这两宗车祸分别在凌晨三点半 以及凌晨四点半发生 导致三人受轻重伤 其中一名骑着摩托车 护送跑步选手的51岁骑士 伤势较为严重 目前还在昏迷中 至于两名照货司机都疑似是酒后驾驶 其中一人已经被警方逮捕 并被押往医院抽血和进行酒精测试 据知 这场活动是由冰州业余田径理事会举办 今年已经是第41届了 获得80多队选手参赛 全程72公里 虽然过程中有车队及冰岛治安队监督赛事 但是没有封路 副清体部长沈志强受访时就说了 清体部已经展开调查 并通知院方全力治疗伤者 满足伤者家人所需 接下来的画面相当的震撼 因为超过6000名马来虎的球迷 从昨天晚上开始漏夜排队 就是为了要抢购在周二登场的陵墓碑 马越决赛的首回合入场券 由于今早聚集的人数已经有上万人 大马族总被迫提早开卖门票 而已经等得不耐烦的球迷互相推济涌向售票处 最终导致共有30人晕倒 有的还得送运治疗 大马族总教后表示 4万张属于现场购票 短短数小时内就已经卖完了 另外4万张网上开售的门票 昨天也已经卖完 而后天警方也将出动超过800名警察 维持持续 最后来看娱乐新闻 香港艺人杜文泽为旅游节目 8号和香港建美先生沈浩峰到医保取景 从网民分享的照片和视频可以看出 他们几乎是将医保所有美食都吃了一遍 处处可见他们的踪影 而且两人还随性的 直接坐在店外的T街吃起花生糖 让网民直夸够亲民贴地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感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